大家好 这个视频是和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用华为手机 给北京中小学生的交通卡充值 因为学生的交通卡 和我们用的普通的交通卡不一样 今年暑假 北京的学生的交通卡又新改了版 估计有很多家长还不了解 可以做个视频教程 希望能帮到更多的家长朋友 首先介绍一下需要的软硬件 在手机上安装一个APP 名字叫北京一卡通 接下来的充值和以后的开发票 都是通过这个APP来实现的 我用的手机是华为的Mate20 系统的版本是基于安卓9的EMUI9.1 下面开始充值操作 手机要有NFC功能 并且要确定一下手机上的NFC的芯片 大概的位置 我这个手机它的NFC芯片是在手机的背部 摄像头和指纹之间的那么一个位置 手机的NFC芯片要与交通卡片接近 但是要保持一点距离 这样更容易让手机检测到交通卡 检测出来之后会弹出通知 然后是选择应用列表 再选择北京一卡通 进入一卡通APP之后显示请贴卡 这时还要再抬起手机 重新识别交通卡 识别成功之后 显示卡内余额两毛五 点击蓝色的充值按钮 比如充值30元 再点击右上角的下一步 然后再选择支付方式 我选择的是支付网 选择对应的付款方式是余额还是银行卡 再输入密码或者指纹 支付成功之后 要进行写卡 就是往交通卡里面去写入 方法也是一样的 手机的NFC重新贴合到交通卡上 会自动写卡 这时还会弹出通知提示 不用管它 我这儿的写卡速度很快 大概两秒左右 写卡成功后会弹出一个摘要 显示充值成功 还有订单号充值金额付款方式等等 充值之后 再查一下卡片的余额 最简单的方式是退出APP 然后让手机重新识别这张交通卡 和最开始的操作是一样的 识别完成之后 显示卡内余额30块2毛5 充值完毕 下面我再演示一下 用手机给普通的交通卡充值的操作 步骤和学生卡是一样的 北京一卡通APP还有一个快捷操作 叫贴卡充值 这样可以省略一步操作 首先进入北京一卡通APP 在首页找到贴卡充值按钮 这个按钮比较小 然后再把手机贴到交通卡上 剩下的步骤都是一样的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和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用这个北京一卡通APP开发票 下次见 感谢观看